總統大陸點名下一個 可能要跟我們斷交的 就是十瓦地泥 斷交仇恐怕還沒結束 台灣外交壓力大 蔡總統卻怪在野黨不團結 才能真正的去面對問題 去提出一個別人指導 國際立委反擊 全面執政的蔡英文被布國斷交 怎麼好意思罵在野黨 曾經派駐到台灣的 布吉納法索大使沙瓦杜哥跟尤達 都表示國家間沒有朋友 只有利益 向前看齊 自認不搞金錢外交的蔡英文 現在更積極拉攏美國 小哥大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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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號晚上 蔡英文臨時增加行程 接見美國參議員 美方承諾在國際參與上 為台灣發聲 雖然這回台灣進不去 WHA示威大會 蔡政府還是以德抱怨 捐一百萬美金防疫 向WHO示好 加上海地總統即將來台訪問 以及陸委會出手擴查 大陸駐台組織 一連串動作 升高兩岸對立 從冷對抗變成熱對抗 記者